大家好,我是隽影,今天今日面的全荒十三时光解说一臂手翻,琢磨2P,罗伯特,双方再次偏了一个主力之战,一脚踢到空中跳地,打一个反身位,顶过去一个波,琢磨也是毫不适,不断向前冲刺,但是仍然中了对手一个波,双方开启了拼波模式,后车跳地没有压住,众水压制,结上一套,琢磨现在能不能稳住呢,众水再别又来一个波,前跑下跑两点,也没有连住双方枪杀,琢磨现在又过去一个波,再次出波,罗伯特有点萌了现在, 哎,一脚撂倒,到板边,2P的罗伯特是完全爆发不出来,哎,连上了,连上一套,快腿,但是不在板边,没有办法再次接着连啊,轻腿压制,你想过点一脚踢到右,接上一套,这一次直接上必杀了,啊,一套龙虎乱舞,好像是那个隐藏,哎呀,最后一脚踢死琢磨,让我们来到下一局等,咱们来看一批第二个角色来咯, 看他的这个罗伯特,这个颜色也是没谁了,这个染色这是谁设计的呢,这么黑,一脚踢开,难道是比非洲的罗伯特还要黑,盒子的衣服完全一个死了,这个颜色,哎,跳地,压到板边,继续跳出的压制,一脚踢到一个波,前冲,哎,重腿,一脚再破,轻腿压制,一脚再踢,到板边之后一个逆向,罗伯特是再也撑不住了,下面双方来到下一局等, 下一局来看二皮的这个琢磨,造型很独特的这个琢磨呀,看着就想吐槽一把,哎,cd但仍然被打,哎,你向过顶,但是还是被弹,弹到之后琢磨现在继续中腿打中断,但是很不小心,哎,得防住了,以为要被罗伯特偷到招了呢,现在罗伯特一脚再踢,把他搞到板边, 重腿压制,搞到板边接bc,bc接快腿,送他升空,升空之后,继用波取消接升龙,升龙取消又接一个隐藏剂,超必杀, 对过去最后一个大一脚,哇,这个太疼了,大身上,44连过后,来看再次给他一脚,捉摸也是直接跪了,直接又杀到二皮最后一个角色, 一个罗伯特教育了他一把呀,狠狠的,下面来看八神出场, 哎呀,突然给一个八只女,这八神裸大也是没谁了,送他上天,13连之后,继续小跳,哎,跳贼,进攻,但是被升龙打到, 来看跳地,继续压住,罗伯特现在一脚,送他升空,七连之后,继续跳中的压中断,哎,没有压住,罗伯特现在继续进攻, 后撤,一个波,然后前冲,跳贼,破防,中爪一挠,送他升空,接上一个八只女, 崩一下,崩到板边之后,继续跳贼,破防,百合者勾腿,但仍然被踢一脚, 哎,重腿压制,一脚踢到接BC,BC接快腿,升到板边,继续出波升龙, 哎,吃午了,没想再连没有连上, 二选的再灯木牙一下,罗伯特又取到了最后的胜利, 再想点一下观众们,下期视频再见, 下期视频再见,